开酥难不难?确实有点难 出了手法的问题 烤箱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买了这种半成品 还起不好酥 那一定是烤箱的锅 总有不少粉丝问我烤箱推荐 正好最近收到了美的的新品 初见烤箱 给大家做一个测评 这是一款对于家庭用 刚刚好合适的35升烤箱 它的上管是石墨西烤管 只需要0.2秒就能迅速的升温 比起普通烤箱 这个优势 让它不需要提前预热 就能烤出美味的面包 普通的烤箱需要提前预热10分钟 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对于烘焙而言 烤箱温度的把控至关重要 石墨西烤管比别的材质的烤管 升温更快 温度更高 能让油脂快速的融化 保证其中的水分气化膨胀 让面团层层起酥 层次分明 再来试一下蛋挞 烤箱好不好 烤个蛋挞就知道 只有空温稳定的烤箱 才能烤出这么均匀的搅拌 烤好的蛋挞外酥里呢 非常的美味 让我更满意的还有一点 烤盘和烤箱的内袋 都是用了防挂的雪花糖瓷 清洁非常方便 随便擦一擦 就能干干净净 总的来说 每天出现烤箱功能齐全 做东西不容易翻车 性价比杠杠的 十分推荐新手入一台哦